木童节 大家先看 我们这样折一下 然后呢 我们这样绕过物体 把这个主绳 从这个圣圈中 这样掏出一个圣圈 拉一下副绳 把这个副绳压在主绳上 折双插进这个圣圈 收紧主绳 大家看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 一个木童节 我们拽 拽这个短绳头 收成快速 大家好 给大家分享两种拖车扣 都是非常简单 非常实用的 大家请看第一种 我们把绳子这样穿过来之后 然后呢我们在主绳上 做个圈 做一个绳圈 然后这个绳头 从这个圈中这样穿过来 穿过来 这样绕一周 绕主绳一圈 返回这个绳圈 再插过去 拉紧主绳 大家请看 这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 一个撑人节 拖车非常实用 然后呢我们第二种 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练马扣 也适合 也适合拖车 大家看 我们这个绳头 这样 主绳绕一圈 然后挑 挑出来一个绳圈 绳头 对折 插入这个绳圈中 收紧主绳 这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练马扣 拖车非常给力 我们在踢筒的时候 这样非常的勒手 我们可以用绳子 给它做一个手把节 不勒手的一个好方法 大家看 非常的简单 我们这样 只需要这样 颤绕 大家看 第二圈 压住第一圈 这样一次的 给它 颤绕结实 非常的简单 我们这样 掺好之后 就不勒手了 可以根据 这个绳子的长短 来缠绕的次数 大家看 我们先缠到这些 然后我们穿进这个孔中 把这边的 给它拉紧 大家看 拉紧的效果 大家看 我们可以把两头的剪掉 然后这样提 舒服多了 好 咱们在日常生活中 离不开这个绳子 绳子 难免发生断骨 破损 这个时候 我们又没有新绳子 可以更换 怎么办 我今天呢 教给大家一个 快速补救的一个方法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实用 大家看 我们这个破损的两边 这样 各打两个绳圈 打好这两个绳圈之后 大家看 我们调整均匀 然后这样冲合 这样冲合 把破损的位置 从这个双绳圈中塞过去 塞过去 我们这样拉紧 两侧的主绳 拉紧之后 就形成了一个 工程蝴蝶结 大家看 反面 非常给力的一个 绳结 大家请看 我们在提这个大桶水的时候 如果没有这个手把的话 我们用绳子 给它做一个手把 也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先用拼结结绳结 给它接起来 大家看 我们这样 左手压右手 这样打个单结 右手压左手 这样再打个单结 大家看 这个就是个拼结结绳结 它受力的时候 非常的结实 然后呢 我们这样 两个圣圈 这样两个圣圈 充合 从这个交叉处 大家看 我们把这一个圣圈 给它掏出来 掏出来的同时 两个圣圈这样一反转 这样呢 就是一个手把结了 也叫拼口结 我们套在这个拼口上 我们这样 收紧 收紧之后 大家看 我们这样 踢 踢起来 非常的给力 大家分享一个 猪蹄扣 与猪蹄锁紧扣 首先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猪蹄扣 猪蹄扣呢 也叫双套结 打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这边打一个圣圈 然后再打一个圣圈 两个圣圈这样 充合 大家看 我们左手放在下面 这样充合之后 就是一个 双套结 猪蹄扣 我们这样套入物体 拉紧完成 这个猪蹄扣容易松动 所以呢 我们尽量的使用这个猪蹄锁紧扣 下面请看具体的打法 我们这样 打一个圣圈 大家看 我们从主绳下方 把这个圣圈给它拉伸 拉伸的同时 我们这样拧一下 使它形成两个圣圈 像一个八字一样 然后再这样充合 这就形成了一个猪蹄锁紧扣 我们套入物体 拉紧完成 这个猪蹄锁紧扣 就是比较 结实了 还不缓扣 非常的实用 这是我从电视上看到的 三根火柴柜 雕一瓶水 看看是不是真的 能不能成功 咱们做一个实验 先把这一个火柴柜 用这个物体压住 压住之后 我们挂上 挂上这颗水 大家看 这是满满的一瓶水 然后呢 我们用第二根 这样 给它撑起来 撑起来之后 第三根 大家看 我们这样顶上去的 这样顶起来 我们调整一下位置 第三根 一定要让它 用上力 现在 好了 我们把这一个 物体 拿掉 大家看一下 能不能成功 成功了 说的是真的 电视上 单蝴蝶结 我们这样 鞋带交叉之后 打一个单结 非常的简单 这个单结 我们这样 拉紧一下 然后呢 我们手指 这样 相同的方向 绳子 这边 都是这边 大家看 之后我们这样 交叉 互相的 拉出一个绳 绳圈 拉紧 这样就是一个 蝴蝶结 再来看这个 双蝴蝶结 我们这样 交叉之后 还是打一个 单结 打一个单结之后 我们这边 做一个绳圈 这边 这样 然后我们 抓住这两个绳 这边抓住这两个 这边抓住这两个 然后 我们这样 拉伸 拉出 四个绳 来 拉出来之后 我们整理一下 大家请看 这是一个双蝴蝶结 分享两种 抬杠结 第一种 是个老式的 抬杠结 受力非常的均匀 大家请看 我们把绳子这样 穿过来 这样 绕一周 再穿过去 这个从这里 再穿过去 然后呢 我们从这里 穿过去 拉紧 拉紧 拉紧之后 我们打一个平结 这就是一个老式的抬杠结 大家请看 第二种抬杠结 这个抬杠结 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这样 穿过物体 穿过之后 大家看 我们这边的绳子 这样 做一个 绳圈 然后 这边 绕一圈 这样 绕一圈之后 我们把这个 挑出来一个绳圈 大家看 仔细看 这也叫双圈压扣 成两个绳圈之后 大家看 这就压住了 我们穿上这个 棍帽 两个人抬杠 特别的 给力 特别使用 一个捆绑绳结 我们在捆绑 物体的时候 我们就用它 首先呢 我们把绳子 这样 打一个 Z字形 或者叫 S型 这样 打好之后 我们把物体 放在上面 这样 放在上面呢 我们这边的绳头 从这个绳圈中 穿过去 这样穿过来 这边的绳头 从这个绳圈中 穿过去 我们这样 稍微的 整理一下 整理好之后 我们这边的绳头 再从这里 给它穿过去 这个绳头呢 再从它的 绳圈中 穿过去 我们这样 直接拽紧就可以了 大家看 拽紧的效果 啊 非常的 给力的一个 窥毛生结 要不要 做这些 冬圈 做这些 好 要 做这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这个蝴蝶收绳结 我们把绳子整理好之后 把这个绳尾留出一段 然后我们把这个绳尾这样拉一下 使它这样打一个半圈 大家看 然后用手这样抓住 这边再打一个半圈 这边再打一个半圈 大家看 然后开始给它缠绕 打一个半圈缠绕开始 这个绳尾开始缠绕 大家看 第二圈压住第一圈 这样给它缠 一直缠到 一直缠到这个位置 我们暂停一下 大家看 缠到最后 我们把这个绳头塞入这个绳圈中 塞入绳圈中之后 我们拉紧这一个 拉紧整理一下 整理好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收绳结了 你就在这边 最后心里都会找到这个绳衣紧